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10月29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 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话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 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113篇 5-9节 谁像耶和华 我们的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 地下的事 他从灰尘里 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 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 与王子同坐 就是 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 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主耶稣 我要赞美你 你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 你抬举贫寒人 你提拔穷乏人 主耶稣啊 我要赞美你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珍惜其 从最终的酒 主在释迦 竟将我所留 我珍快乐 就是我既有 荣耀归主命 真言 第28章 第11节 父主人 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父主人 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主耶稣 求你光照我 远离自以为有智慧的生命 主耶稣啊 求你赐给我聪明 帮助我 寻求在基督里生命的富足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人 荣耀归主人 救主宝鞋 将我追悉 荣耀归主人 读家福音 第8章 9到15节 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总指就是神得到。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 即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那若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艳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指令来。 那若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主耶稣,求你光照我,对于神的道,有哪些事,我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主啊,帮助我,我要用诚实、善良的心,持守住你的道。 我要用诚实、善良的心,回应你的教导。 我要用耐心,结出在基督里生命的果子。 靠耶稣的名,阿们。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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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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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rhoi 根本